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69集 白小春诧异 转头看向青年 在下侯云青 这小店是我的所有 兄台气欲不凡 一看就是人中龙风 看好那件 后某送给兄台 就等交一个朋友 侯云青脸上笑容可举 如同春风 言辞很是客气 真的 白小春眨了眨眼 看了这侯云青一眼 当然是真的了 侯某从不说假话 侯云青连忙开口 白小春呵呵一笑 这种送上门的好事 他没有拒绝的道理 双目一闪 毫不客气的选了那件天龙袍 一旁的伙计呆了一下 看向侯云青 侯云青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后 那伙计一脸不可思议的 去将天龙袍取来 白小春一拍之下 穿在了身上 立刻整个人 与之前在气势上 就不同了 这件天龙袍 穿在兄台身上 完全合身 如同专门 为兄台准备的一样 兄台好严厉啊 你也这么觉得 白小春惊喜 摸了摸衣服 很是满意 心中感慨 自己在送门时 那穿的实在是太寒酸了 与这花花世界比较 他觉得 自己已经爱上这里了 侯云青没想到 白小春会这么说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口 干咳一声 岔开话题 兄台 今晚我东临城内 有一个宴会 林熹宗 杜灵飞使者 已然认满 即将回宗 这宴会 就是为此而设 兄台若没有什么事 不如与侯某 一起去看看热闹 白小春 似笑非笑的 看了侯云青一眼 略意沉吟 欣然同意 侯云青知道 自己有些唐突 可机会难得 闪顺即逝 他没时间去铺垫 此刻笑着随白小春 一同出了店铺 引领向前 他的身后 还有七八个护卫 这些护卫 每一个都是 宁起五层左右 一个个 有煞气蕴含 虽是散修 可显然 都擅长杀戮 说起这灵溪宗 杜灵飞使者 那是 巨死天仙一样的经过 不但修为高深 更是绝世容颜 放眼整个东林州 也都足以 列为前十的仙子 这些年他作为使者 平衡修真家族 出有声色 可很快就游人有余 手段巧妙啊 途中 侯云青偷看了 白小淳一眼 这么厉害 白小淳 这还是首次听到 杜灵飞 在东林城的事情 很感兴趣 是啊 非常厉害 整个东林州 诸多修真家族 多少娇子 欲引起他的青睐 只是在侯某看来 没有哪一个家族的族子 可以与其般配 甚至 就连灵溪宗内 也少有能般配之人 若真说有 也唯有一个人 谁啊 白小淳听到这里 眨了眨一眼 问了一句 那个人 就是灵溪宗内 万年难得一见的 绝世天骄 荣耀弟子 掌门师弟 明镇南北两岸 让无数弟子追捧的 白小淳 侯云青 神色露出崇拜之意 似压制不住激动 他身后的那些护卫 一个个神色古怪 他们跟随侯云青多年 这还是首次看到 对方如此去说话 不由的 多看了白小淳几眼 心中 都有诧异 这白小淳啊 的确很是不俗 白小淳干咳了一声 认同的开口时 目中露出顽尾 神情似笑非笑的 扫了侯云青一眼 侯云青也不知是真没注意 还是假装没看到 在那里 自古自的继续激动 何止是不俗 那是天之骄子 那是巨拨一般的人物 灵溪宗所有女弟子的 理想道理 所有男弟子的 心中挚友啊 那是整个灵溪宗的 瑰宝啊 我听说 他和很多人 去了三大主机圣地 归来时 一定是地脉主机 这种人物 如同天空的明月 只能让人仰望 可惜我侯云青 自止不幸 否则的话 一定要去寻找他 这一声甘愿 跟随其身后 献拳马之劳 也心甘情愿的 白小春在一旁 听着听着 就算是他 此刻也都觉得 有些脸红 看着激动不已的侯云青 白小春内心感慨 他不忍心 去打断侯云青的话 于是任由对方 继续说下去 墓中露出鼓励 这一路 直至到了宴会 侯云青都没有停嘴 不断地换着花样去追捧 灵溪宗的白小春 到了最后 他自己都没词了 可看到白小春 鼓励的目光 他一咬牙 脚尽脑汁地搜刮词语 这种一路不停造成的疲惫 外人不知 在白小春与侯云青 去往宴会的同时 东临州中 灵溪宗派出的大量弟子 还有长老等人 已然扩散开来 飞速地寻找 传送归来的弟子 要去了解 允界深渊的情况 此刻 一对内门弟子 在一处丛林边缘 找到了第一个人 此人在传送时昏迷 此刻立刻被人救醒 醒来后 这参与了 允界深渊主记的弟子 说出的第一句话 骇然了 他四周 所有来救援的内门弟子 白小春师说 天 天道主记 这句话 如同天雷 轰鸣众人心神时 那几个内门弟子 全部倒吸口气 这事太大了 他们毫不迟疑 立刻将这个消息 传回了宗门 很快的 随着这些 被传送回来的弟子 陆续被找到 一道道消息 传回宗门 每个人告诉宗门的 都是类似的事情 白小春 天道主记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云界世界 白小春 成为其他三宗 绝望之人 战杀戴喜宗赵柔 灭杀戴喜宗方黎 重创九岛 与宋缺争夺天脉之气成功 寄生天道主记 甚至还有人说 玄熙宗雷山 也被白小春灭杀 这种种消息 立刻让林熙宗 全部轰动 所有长老 七大长座 还有掌门 都为一支震撼 立刻狂喜 他们之前焦急 不知道哪一宗弟子 称为天道主记 实际上 内心对于这个天道主记 很大的判断是来自 血熙宗 甚至还安排了 在血熙宗范围内的案子 让其击杀血熙宗弟子 可眼下 却震撼地发现 原来天道主记 居然是他们 灵熙宗的弟子 居然是白小春 这让李清侯 与掌门狂喜的同时 也轰动了 灵熙宗那些太上长老 整个宗门再次触动 扩散四方 这一次只有一个任务 找到白小春 立刻传一 全力保护 护送回宗 同时 灵熙宗在这段世界 严格控制范围内的 所有可疑之人 他们相信 其他三宗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必定会不惜代价 在这个世界 要去灭杀白小春 而灵熙宗范围内的 修真家族 与灵熙宗关系千丝万缕 很难隐瞒 在灵熙宗知道 这个消息的同时 这些修真家族 也都纷纷地获得了线索 一个个家族的老族 纷纷震撼到了极致 红着眼 让家族的族人散开 寻找白小春 他们知道 整个东临州白小春 传颂归来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 若是自己家族运气好 先找到白小春 哪怕请对方来 自己家族坐一坐 那也都是天大的荣耀啊 那是什么 那是天导助击啊 甚至自己的族人 若能被指点一二 与其成为朋友 那么就更是极大的好事 更有一些可能 在邀请白小春时 自家的族女 若能被看中 成为盗旅 那么就算是掌门阻止 那也都没用了 所有人外出 给老夫去找 说不定白小春就被传送在了我们这儿啊 在众多修真家族 派遣族人外出于所在范围内寻找时 白小春与侯云青 已来到了宴会所在之地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宅子 四周墙壁环绕 里面可以看到轻松架石 更有诸多凉亭 足有十亩地大小 极为气派 尤其是院子内 还有一座三层阁楼 如同宫殿一样 雕龙客风 典雅中藏着贵气 人声鼎沸 里面有蒲从来来回回 端着梅酒与鲜果 在一个个衣着华贵的贵客身边 恭敬地伺候着 院子内 如今贵客足有上百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有的单独坐在一旁 有的三五成渠 彼此笑谈 在这宅子门口的位置 还有几个侍卫 随着一个管家般的忠言 笑着请记 一个个到来的客人 若有面声的 也往往拿着请柬 登记后 进入院子中 侯云青刚一到来 立刻就被门口的管家 恭敬地请着 引入宅子内 白小春在侯云青身边 看着宴会 觉得很新奇 这还是她第一次 参加宴会 刚一进来 不远处有一个大汉 传出笑声 带着身边一个妙龄女子 向着侯云青走来 这大汉穿着紫色长袍 气宇不凡 漫面红光 十个手指上 都有储物戒指 世上还挂着七八个玉佩 一副巨妇的样子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